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秋冠效應 秋冠效應其實就是九幾年的大跌市之後 傳媒就報了出來 然後有一間大的證券行寫了一個報告 就叫做Adams Effect秋冠效應 我很記得《秋冠效應》是《蘋果日報》 是連續二十多天在娛樂版那裡說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負責這個項目做秋冠效應出來 就是我朋友負責 為什麼會做到出來呢? 其實它就很簡單 因為以前做的電視劇 是在說三十集、五十集、六十集 那你一個禮拜就做五天 那一套的電視劇 在說起碼都是三、四個月 其實在說三、四個月 在說每三、四個月的波幅 一定有三十個百分比 起碼差不多這個波幅在這裡 那很簡單 大家不會這麼關心股市 只要他將每一套 鄭少秋做過的電視劇 最高點告訴你多少 然後做了之後 最低點去到哪裡 一播那套片就跌了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當這件事情不斷去講 連續講二十幾天的時候 就會是深入民心 這些就是傳媒他們的伎倆 那這個 那時候負責那個就是我以前的中學同學 那他就跟那個負責去做資料搜集的人說 就是同一番說話 要做他的始終都會做到 那做了之後 大家就有另外一件事 就變成了一個叫做自我實現 Self Propency 就是說大家看到那件事 都變成了害怕了 等於黑色星期五一樣 大家對那件事就是忌諱 自然一到他有這些劇集上演的時候 沽了貨走了 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來 今天想說的秋冠效應的來龍去脈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